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场比赛也是张美轩和阿希莫夫的第二次交锋 上一次交锋的时候张美轩显身了对手 本场比赛可以说是阿希莫夫的复仇之战 并且本场比赛也是张美轩的金腰带未免之战 在前当双方在发布会的时候 阿希莫夫就以肖战的眼神怒视相对 或许从那一刻起已经激怒了张美轩 比赛开始后阿希莫夫心事发起了猛攻以扫踢爆踢张美轩 开局仅45秒阿希莫夫就将张美轩爆摔倒地 但是很快被张美轩成功挣脱 而后张美轩以VC爆击对手 但是又再次被对手抓住机会将其爆摔倒地 接下来阿希莫夫以自己出色的摔跤技能将张美轩多次爆摔倒地 但是张美轩也在拼命反抗 当张美轩被阿希莫夫第五次爆摔后 被张美轩抓住机会一记断头台直接KO对手 下了比赛